如果y等于4乘5的x次方 叫你express log y base 5 in terms of x 这里也写得很清楚 两边的equation都take log base 5 所以就可以这样 先写个equation 接着两边take log base 5 左边就不用移动 基本上log y base 5一直留在这里 右边就是log 4乘5的x次方 base 5 接着就拆开 因为4乘5的x次方 就是m乘n 拆开两个log 就是log4 base 5加5的x次方 base 5 这边log4 base 5 基本上就不能移动了 因为这个数字很酸 在这里的x次方可以搬到旁边 用log mn次方 base a 就把n搬到旁边 然后这里你看到log5 base 5就是1 所以就变成x乘1 因此最终答案就是logy base 5 就等于log4 base 5加x 那就做完了